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告挤在一堆状态不大好 然后所以这次来之前 我把该取消的事情通通都取消了 第一不给自己借口 第二不给自己退路 就是要做想做的事情 经过选秀十年 亮颖从一个日爱音乐害羞的素人 变身华语街坛实力非凡的唱将 他觉得十年来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配得上05超女时的一句句夸奖 我只是一个素人出来 然后大家觉得 一个素人可以唱到那样 其实那个要求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说我来歌手 我是想要内心更多的踏实 我要知道我做到哪些事情了 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给自己的肯定 然后等主持人再介绍我的时候 我不会往后退 我不会不好意思 我希望自己能很大胆地告诉大家 我值得这些掌声 有观众说亮颖是歌手舞台上的颜值担当 一直美美的 而亮颖觉得造型只是比赛中的一小部分 最重要的是呈现完整的表演 舞台上整体的表演 我从一开始告诉大家 我就好好唱歌 你们不用关心我穿什么 也不用关心我的表演 不要看我的表情 不要看我的妆 后来我觉得 你不能把所有观众的眼睛都蒙上 我就是一步一步地想明白 然后到最后 我非常想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表演 你听到的看到的 给你的整体的感受 音乐就是放大你的感受 十年时间海豚鹰公主变身流行天后 想要知道更多女神的精彩表现 请锁定1月16号晚10点 我是歌手 芒果浪新闻 亮颖为了当歌后 钱都不赚了报道